我见过最狠的废掉一个国家的方法 就是春秋时候的齐国灭鲁 当时梅肺一兵一卒 极其阴狠毒辣 齐国怎么灭鲁的呢 那个时候鲁国生产一种又细又白的布 这个布叫鲁稿 用鲁稿这种布做的衣服 非常的有档次 所以当时的贵族特别喜欢 齐国丞相管仲就想到这么一个主意 他让齐国大量的购买鲁国的鲁膏 没多久以后 鲁稿被齐国炒成了天价 鲁国的老百姓看 做鲁稿来钱快呀 家家户不种地了 都跑去做鲁稿 反正鲁稿卖的钱可以买很多粮食 结果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忽然一天齐国停止进口鲁稿 鲁国呢 这个布卖不出去 又没钱买粮食吃 结果那段时间失衡遍野 轻松的被齐国给灭了 那现在有没有粮食战争呢 有 今天全球有四家跨国公司 他们是美国的ADM 美国邦级 美国加级 法国的路易达夫 这四家企业并称为四大粮商 全球粮食价格几乎全都是这四大粮商 说了算 他们经常用各种商业战术 毁掉一些国家当地的中小企业 然后呢 再控制当地的粮食市场 2001年 咱们宣布对外开放大豆市场 结果采用了三年时间 这四大粮商就用了一套组合拳 控制了我们85%的实际加工能力 并且颁布规定 说只有用转基因大豆才能榨油 不耐之下 农民只好拔掉我们的国产大豆 种上了转基因大豆 而这个种子也一定要从四大粮仓那里来 国内的粮食油价开始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涨价 后来这四大粮商越来越膨胀 竟然把手伸向了我们国内的主粮商 0607年世界粮食大面积欠收 他们自己就囤积了小麦和大面积的主粮 阻击各国家的粮价 05到08年 国际小麦价格从291美元涨到了1334美元 相当于涨了快五倍了 很多国家的啤酒厂就是因为这个粮价上涨 不看政府直接宣布倒闭 但是我们国内粮食只涨了0.7倍 是他们不打我们吗 刚好相反 他们打我们打得最用力 但是打不疼啊 因为我们储备粮进行了大规模的防御消耗战 他们疯狂抬价 我们就见机抛售压低价格 最开始咱们十天到半个月一炮 最激烈的时候两天一炮 一段时间以后 这四大粮商傻眼了 千方百计打听我们还有多少储备粮 得到答案是一亿吨 四大粮商和投机商完全傻眼 最后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当然了到今天很难讲我们处于绝对的粮食安全 但是去年年初这种极其特殊情况下 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用到储备粮 我们老百姓丰衣足食的背后 一定是因为我们国家在默默的耕耘和准备 可是我们丰衣足食背后绝不应该浪费粮食 小时候我们学习过 谁知盘工餐 粒粒皆新